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是CSRF漏洞的第二节课 这节课主要讲解CSRF漏洞的原理与分类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一下CSRF漏洞的攻击原理 我们以图写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这里主要有三个网站A网站B 还有我们的受害者浏览器 或者说我们的用户C CSRF的攻击原理就是我们的用户C 第一步是浏览并登陆了可信任的网站webA 那么A通过验证之后 会在浏览器C处展现A的cookie 而第三步的时候 C又在没有登出A的情况下 访问了卫生的网站B 而B就会要求C访问一下A 这时就发出了一个request的请求 而浏览器带着第二步是在A 通过验证之后在C处产生的cookie 而访问A A是不知道第五步请求是C发出的还是B发出的 由于浏览器带上了用户C的cookie 那么它就默认是C发出的 而最后是执行了B要求的一个请求 模拟了C的一次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webA存在CSRF漏洞 这就是一个CSRF攻击的原理 CSRF攻击的分类 主要是根据攻击场景来分的 第一主要分为两个 一个是get型攻击的场景 第二个是poss型攻击的场景 get型攻击场景 我们主要是举一下以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网站存在一个转账的这种功能 而转账的功能呢 它是通过get的方法来实现的 在URL链接里面存在了一个user 就是给谁转账 user等于张三 就是说给张三转账 并且money就是说金额 金额是多少 金额是1000 之后呢 不管是谁在登录的情况下 点了这个链接之后 就会往张三的账户里面 转入1000的金额 这就是get型攻击的场景 它主要是通过URL链接的方式 进行攻击的 而post行攻击场景就是主要是 它的就是说这边是一个增加管理员的功能 它主要是通过post的方法 把账户信 账户密码这些post的这个脚本里面让它进行执行 我们可以把这个post的请求封装成一个bomb表单之后 在管理员登陆后台的情况下 它点了这个网页之后 它就会模拟一次post的请求 这就是post的供应器的场景 客户作业是下载csf路动的环境一起搭建 这边我已经提供了一个链接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边 就是创存争的